本港新增超過14000多宗確診 市民即日起不用掃描安心出行以為碼 只是保留掃針卡 有酒樓反映 長者查核未適應 亦有人誤以為所有措施取消 陳家敏報導 去酒樓不用再掃描安心出行 但怎樣找電子針卡出來就難倒老人家 希望安心出行 那怎樣弄側掃針卡 現在不用照這個 你起了出來就按綠色 這樣就將針卡 只照這個針卡在那裏 幸好有職員幫忙才進到茶樓飲早茶 我覺得都好 方便很多 即不需要一陣間 要記住要按這個 然後又要這樣掃描 然後走的時候又要把它出回去 有時不記得 有人説暫時不會刪除安心出行應用程式 我特區政府五時花六時變 變來變去變去我們都怕 做市民的無所適從 飲茶仍然要掃針卡 所以酒樓早市和平日差不多 都是坐滿九成左右 每台兩至四個人 酒樓負責日預計 要起碼一個星期 食客才能夠適應轉變 很多是忘記帶電話又有 忘記帶針紙又有 他以為政府是放寬了 不用安心出行 連針紙都不用掃描 在一些小型食店 不少都針卡純算有秩序 有食肆保留安心出行 有食客照樣掃描 因為他說要掃描 有些人不懂掃描針卡紙出來 安心出行來掃描針卡更方便 而不用再掃描安心出行 街市門口的二維碼都已經全部清走 只是剩下提醒戴好口罩的告示 除了街市之外 去超市 商場也不用再掃描安心出行 由線電視記者陳嘉文報導 市民不用再掃描安心出行二維碼 程式是否可以關掉它呢 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 就強調安心出行仍然存在 希望市民不要刪除 也不要因為放寬措施而鬆懈 又說不認同取消掃描安心出行 是政策急轉彎 劉浩亭報導 剛剛說安心出行要保留 兩天之後就宣佈取消掃描安心二維碼 盧寵茂不認同是政策急轉彎 強調安心出行仍然存在 放寬也不代表疫情過去 可以出示疫苗通行證 另一項放寬是取消黃馬 但仍然要做兩次核酸檢測 商界和旅遊界都希望可以撤銷它 盧草謀認為有必要把好關 便宜病毒株的監測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暫時我們會這樣做 至於當入境的人數越來越多的時候 我們會採取什麼調整呢 我們到時會再作公佈 他又說保留疫苗通行證 是因為谷針作用無容置疑 重新接種率尤其一路一右仍然低 希望市民不要將疫苗通行證視作敵人 由先電視記者劉靈佛道